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咱们依靠的还是仪器 一个色糖尼 但是我要跟您说 有人特别厉害 就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器 光一看就知道这人有没有高血糖 你们相不相信 那就有点神乎了 神乎了 是不是 很多人都不信 但是今天这位专家 我们已经请到现场了 掌声欢迎来自于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凯教授 欢迎陈教授 您好 欢迎陈教授 刚才我可跟大家说了 您是不用一气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人是不是有糖尿病的 不是吹的吧 其实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的身体当中 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 他会在身体当中表面 就是我们讲的血位 经络上会出现一些反应 如果我们能提前地 对这些地方能够预知 那我们探测这些地方 出现一些反应 我们可以推测身体的一些变化 那今天现场 咱可得测试一下 您的这种能力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神奇 我们这样请五位现场的观众 来 哪位观众愿意到台前 来参与这个测试 请到台前 来 五位观众 已经请到台前来了 应该是有糖尿病患者 也有是健康的朋友 那您能不能够通过什么方法 准确地判断出来 到底哪个人 真的是有糖尿病的 这个题目有点难 我们今天主要是 教给大家这个方法 其实这是一个 穴位的一个反射区 大概这个位置 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 我给大家 每个人都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比较敏感的人 那么如果这地方 比较敏感的话 那可能倾向于 这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来 摸摸腿 您就知道了 咱们可以在现场来看一看 对 好 我们就从这位朋友开始 我们找的这个区域 大概是在我们 小腿的中间的 三分之一左右的范围之内 在我们颈骨的后方 所以我在这儿 我会给你做一些 按柔的动作 您是主要按哪边上 按这一侧 里侧 对 内侧 颈骨的内侧 您是能摸出来 我们观众不用说自己的感受吧 我可以先摸 当然 隔着衣服能摸准吗 可以 我的手指的力量比较强 这就是神指 没有太疼的地方是吧 没有 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 他这个地方呢 一个是会有明显的疼痛 另外一个呢 那皮下呢 可能会有一些调索 或者是结结 就是摸上去 咯里咯大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吗 对 这样的感觉 那从你这个感觉上 还好 没有特别疼的地方吗 有 我们都忍着呢 睡在这个位置吗 对 睡在这个位置是吧 好 这是第二位 第二位观众 来 第三位 如果要是疼的话 咱就啊出来 不用忍着 这真有点疼 有一点 有一点疼啊 这个位置是吧 对 很严重吗 还是不严重吗 都不是很严重 这个位置是吧 对 这个位置 好 第三位 好 咱今天是都穿着靴子来的 增加了程教授 摸到准确的 这个调索状的一个难度 尤其是牛仔裤 牛仔裤 特别的厚又硬 挺难摸的 题目越粗越难 如果要是我不舒服的话 就告诉我 有点疼 这个地方是吧 有点疼 大家提到的都是 有点疼 好 那咱们战成一排 我个人 我再给您透露一下 我们五位观众呢 一共有三位 是吧 血糖不太正常的 是吧 对 那您判断是有三位 我比较倾向于 就是中间这两位 和右边的那一位 这两位 对对对 那有这一位 对对对 那要揭晓一下答案 明确知道自己血糖 不太正常的观众 请向前一步走 我们两位观众 都被程教授 准确地挑选出来 你们真的是 这个血糖不太正常的 但是 咱们还是要用掌声 来表达一下 我们现在内心的 这样的感慨 我想这位患者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有没有妇科方面的 一些问题 妇科方面的问题 现在没有了 没有 以前有过是吗 是什么痛经 还是痛经是吧 好 您怎么知道 这就是我想 就是说明了一点 因为这个穴位的 这个位置 就我们反应区的 这个位置 在我们小腿内侧 这是足太阴脾经的 中间的这个段落上 这个段落呢 穴位有两个 一个叫地基 一个叫漏骨 这两个穴位之间的位置 这个穴位的名称 我们叫做一线点 这是反应我们血糖 变化的一个反应区 但是呢 它往往会容易混淆到 就是我们女性的痛经 这种病症的时候 也会在这个区域之内 也会出现调索 或者是一些敏感点 所以如果是排除了 妇科方面的问题之后 那么剩下的 可能就是血糖的问题了 所以非常肯定地 把叔叔给挑出来了 对 那两位 我是比较心里有谱 但是这一位呢 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刚才没有问 这个痛经的问题 因为我看年龄 应该过了 谢谢陈教授 谢谢 让我们搭开眼界 也请问我们五位观众 先回到座位上 谢谢 好像我们一般说 糖尿病一开始那阶段 都有什么三多一勺 你知道是哪三多吗 连续 我知道于喝得多 吃得多 喝得多 尿得多 完了 消瘦 就一勺 体重少 这算是说全了吧 对 三多一勺呢 是多饮 多食 多尿 消瘦 消瘦 少的 那中医治疗 这三个方面 包括那一勺 都是有效果的吗 对 都有一定的 辅助的这种作用 但是我们针对于 不同的类型 因为这三多的症状 三多一勺的症状 不见得每一个病人 在每一个阶段 它都是非常完整的出现 它可能会有偏重 那咱们还是一条一条来说 比如说 有人就觉得 自己经常口渴 爱喝水 这样的朋友们 要从内部找找原因 看看第一个问题是 那糖尿病患者经常口渴 是我们的五脏六腑 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这个是对应得中医的 是肺 胃 还是肾呢 好 现场100位观众 先请表达意见 因为我觉得糖尿病啊 是 它不有一个是尿的多吗 这个尿不就是通过 肾脏排泄出去的吗 那它喝的多 它就尿的多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肾出了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场的观众 了解程度如何啊 看看大家的选择 绝大多数观众 选择的是肾 那是不是肾出毛病 我们会经常觉得口渴呢 答案是 肺 肺是肺呢 肺 这怎么着也联系不到肺上啊 对 其实中医里面 那个肺的作用啊 大家好像感觉上 它就是一个 撕呼吸的一个器官 但是呢 还忽略了 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称为肺叫滑钙之脏 它是在最上面的一个脏腑 它的作用呢 是把人体的这种精华物质 就是我们胃和脾 胃里吃的食物 经过这个胃的消化腐熟之后 变成了精华物质 整个盖住 往下布散的作用 所以我们称为肺为水之上源 口渴这是一个肺阴虚的症状 所以说明肺的这种 筋液疏布的功能下降了 身体各个部位都得不到 这种筋液的滋润 这时候所以我们说认为 这种口渴是在糖尿病的 就消咳病当中 是作为肺阴虚的一个 主要症状来看 那如果现在咱明确了 我们就是肺阴虚 不停地口渴 总爱喝水 这个时候得问问 我们终于针灸了老师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缓解这种口渴的问题 这个消息在我们的下颚 在这个地方 正好这个凹陷里面 这个消息叫做成浆 成浆 对 浆 就是穷浆育液的那个浆 成是上成的成 大家可以试一下 用手指按住这个位置 然后稍微用力 往里面轻轻地抠揉一点 你揉着揉着的时候 你口腔里就开始分泌液体了 试一试 有吗 有 有 我也有 真的有口水 真的 真的有口水 好神奇啊这个穴味 对 特别适合于 像这些口干的朋友 经常口干的人 口干舌燥的人 主持人就是这样 经常嗓子干不是吗 没有水怎么办 揉一揉这里 口腔就分泌液体了 就光这样揉就可以了 揉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 针刺的方法 而且不光针刺这一个穴位 还有另外一个穴位 您说针刺 针久了是吗 针久 针刺 对 哪位观众平常会有口渴 这样的感觉 有吗 这边有没有观众 我们请96号的观众 来 麻烦您到台前来 那先请您坐下来 然后刚才沈教授提到 其实这个地方最好的刺激的方法是扎针 对 就针灸 针刺 对 当然我们一般在针刺这个之前 我们先会针刺另外一个穴位 然后针完了以后 再留针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还得扎两地儿啊 对 这就跟我们讲的这种阴 从下向上 这是人脉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承江穴 是人脉的中末穴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人脉的这个 经脉的动画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正好是在 人体腹部的正中线 向上中末穴这个承江穴 这个江这个东西 怎么才能上来呢 刚才我们说 这是一个肺阴虚对吧 肺气 肺在这个两侧 人脉从这经过 向上 这样上来以后呢 到达我们的咽喉部位的时候 我们咽喉这个位置 在我们喉结的上方 有一个穴位叫做连泉 连泉 泉就是泉水的泉 连呢有收敛的意思 它就形容啊 这个肺的气 气化作用 上来了 到这儿呢 变冷了 凝结成水 升华凝结的意思 到这个位置 凝结成泉了 从这儿开始上成一浆 所以我们针刺的时候 要针刺一下连泉 然后再加上成浆 现在还得刺一下 蓄水池 有这个意思 这太吓人了 这地儿多嫩啊 多疼啊 扎一下 你以前扎过针灸吗 扎过 但是没 就很少 扎过这儿和这儿吗 没有 会有点担心吗 还行吧 还行 相信陈教授 相信陈教授 好 我们这个穴位啊 就是连泉那个穴位 在我们猴节的上方 舌骨上方的凹陷处 那我们针刺这个穴位 放松 别着急 好 这块 要进去那么多 对啊 扎底就很深啊 好了 但时间不长 对 我们素刺不留针 不留针 这个就叫成浆穴 酸了 好了啊 这会儿还能说话吗 可以 说话吧 能说话吗 可以说让果腻了 酸胀的感觉 酸胀 问题是有没有口水啊 还没有感觉 对 要留针一会儿 留多长时间啊 10到15分钟 有蛮长的这个时间 不会觉得很疼是吗 不疼 就这样 能接受啊 对 包括我们针刺 下面的穴位也不会很疼 那个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感觉啊 你知道那针券有多少吗 没感觉 比一下 有这么长 是吗 没感觉到到里面吃 没有疼 就是胀 胀 是一般刺激到穴位之后 就会有那种酸胀感 对 酸胀感 特别是在舌头两侧 当然我们今天呢 就是刺的还是不够深 刺的深的话呢 就是会更长的针 它会让它的整个舌部 特别是口干舌灶的针 扎上去之后 今夜从底下去开始 像泉水一样冒出来 那您这样 我们可能时间不够 您先带着这个针呢 别碰它啊 您回到您的座位上 听一会儿之后 看看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吗 好 好 也先谢谢程教授啊 待会儿我们要看效果的啊 那咱们刚才提到的是 如果要是费殷虚的话 有热 可能就会 怎么喝水都不解渴 那咱们再往下看 很多人啊 吃完这顿 还没等一个小时 又开始饿了 吃的就特别的多 您提到这个是胃的问题 对 实际上提到胃呢 离不开脾 我们经常说脾胃 脾胃在一起嘛 胃的作用呢 是腐熟水骨 就是说来消化食物 但是脾的作用呢 是把那种精华的物质 它要加以利用 推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去 当出现糖尿病的患者呢 往往会出现什么呢 脾胃不足 同时呢 胃火是偏旺 这些患者 因为胃火比较胜 所以呢 要吃大量的食物 但是吃进来之后呢 由于脾的这个 转运功能很弱 所以它又不能够 把营养物质呢 输送到身体各个地方去 所以人还觉得脾劳 无力 还想吃东西 我就这样 我就老饿 我还馋 你主要是馋 这个是不是也通过点血 就是我可以一饿了 点一下血 我就少吃点了 咱们这儿交给 治标和治本的血位 如果你仅仅是馋 因为有些人体质当中 就容易有胃火 就是馋 老想吃 吃的比别人多 对 它还不是糖尿病 仅仅是胃火的情况 我们治这个馋的血位 真有治馋的血位 实际上也就烧带着 我还在玩笑 实际上治的这个馋 烧带着也把这个胃火的 这种糖尿病也给治 对 就是胃火型的人 因为胃火型的不见得 都是糖尿病 对 但是有很多人 比如说经常口气比较重 晚上容易有磨牙 大便容易密结 这都属于这个胃火型的人 那么这种胃火型的人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血位 帮你去卸胃火 咱还是得先治这个标 治标 怎么卸胃火呢 这个血位呢 也非常好记 它的名字叫做内庭 内庭 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很多观众都比较陌生 庭就是一个庭院 你看你的消化道当中 哪里像庭院呀 口腔 对吧 内是什么意思呢 入的意思 就是我把食物放到口腔里边 这就叫内庭 你经常这样去放 老想放 那就是内庭 就是火太盛了 所以内庭这个血位是 卸胃火的常用的血位 在嘴里头吗 不 恰恰不在嘴上 这是我们经络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这种血位居然治疗口腔里的问题的血位 在哪里呢 在脚上 这离得也太远了吧 我们看到这个脚趾 一二三四五五个脚趾 在哪个脚趾呢 二三指的指缝 这个纹端的地方 这里就叫做内庭 这个太好找了 对 二三指的指缝 你看啊 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一直就和大家说 这不同的血位呀 刺激的手法呢 也是不同的 那我们看看为了去喂火 缓解您吃得多这个问题 怎么样来按摩刺激呢 看下一个问题 那哪一种按摩的方法 可以起到血热的作用 咱们看看 对于这个内提学呀 就用这种手法 是按揉 摩擦 还是掐按呢 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连续你通过学习啊 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规律 规律就是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有多狠招 就使多的狠招 你想扎针 放血 完了到按摩的时候 因为按摩嘛 它就是 你通常使多的劲呢 你想想 掐这掐那的 反正我觉得应该就是掐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清楚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场的观众 选的比较多的是 按揉 也就是像我们用这个手指啊 这样不停地在按揉 那这种能不能够真正起到血热的作用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什么血位可以帮您控制血糖 我们真似这个血位放松 好 血道急 糖尿病患者可以常做哪种养生操 城市真酒传证人 陈凯博士 为您之招 敬请关注 好 欢迎大家回到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呢 陈教授跟我们说了啊 人体当中有一个内停穴可以帮助有糖尿病的朋友们缓解 吃得多这个问题 但问题是得怎么一个按摩法呢 看看啊 陈教授用的方法是 下 也是下狠手啊 那么对于泄热的血位来说 它比较适合的是用一些比较强的刺激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血位的位置啊 你看在这个指缝里边 你说你按揉怎么揉 对吧 摩擦也好像也不太好做 唯有只有掐按的时候 把这个手指啊 立起来伸到指缝里边 然后用力向下 而且另外一个手指还要放到对侧 这样用力向下掐 刚才连续不是已经提到自己 也是经常容易饿那种吗 那下狠手的事 是不是就在连续身上 咱们再演示一下 我用脚给我自己歪撑啊 我天哪 好 好 我们首先找这个血位啊 这个血位呢 在一二三 二三指的指缝 就在这个纹端的地方 这个血就在这 就在这一点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相对好找一点 对 你试试 你觉得怎么掐合适 你怎么掐 我勾不着 有点费劲 就这儿是吧 你这怎么看 怎么像扣脚模样 我怎么看 像串脚器的 看起来不太雅 不行不行 他这个熊啊 这手法 你掐过别人吗 没掐过 要不然我试试 就别人掐我了 就是别人怎么掐了你 别人 他用一个手指的掐你 两 对吧 这两吧 你看你老用一个手指的掐 对 行 您不用上手了 找着 他那手法对吗 对 这个手法就对了 要放到对侧 背侧 然后另外一个手指在上面 这样用力这么上下掐 还得用指尖 借助这种力量往下掐 对 当然了 指尖稍微长点的人 就占便宜了 他占便宜啊 多疼啊 就是要他的疼啊 疼才起作用 对 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怎么才能忍得住呢 按着疼就记住了 那就是以后上饭桌 你们都吃饭 我跟这老爸多了 跟这都不太合适 谁都不 按多长时间呢 这个穴位咱们不要等着 那个你饿了以后再去按 疼 对 平时的时候 您在自己家里 按完了以后再来吃饭 真疼 这也是酸胀酸胀的一按 对 你再按一会儿 马上不用吃饭了 真假的 这恰完连续啊 咱没把96号观众给忘了 那还带着针呢 在那个橙江学上 咱们的96号观众 这会儿留针差不多 也已经有十来分钟的时间了 对对对 现在什么感觉 那个有经验 就是那口水 口水出来了 不再那么干了 对对对 现在能拔下来吗 这可以拔了 可以啊 你自己就可以把它拔下来 自己能拔下来 有一个棉签 然后拔下来之后 按压一下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自己能操作啊 因为扎的其实很浅 就是浅浅的 也能够起到作用吗 对啊 它只要有那种酸胀感 就可以了 这95号观众 您太厉害了 上帝就把针给拔下来了 小心啊 那个针要 要包装起来之后 然后再进行处理的 对 好 谢谢陈教授 好 那待会儿连续 您也要感受一下 今天吃了多少 回去给一个量 就为了这两馅 我晚上不吃了 好 谢谢陈教授 刚才呢 咱们还是给糖尿病啊 特别是那些容易饿的 糖尿病朋友们呢 提供一个不太饿的 治标的办法 那您会问了 这什么办法能够治本呢 还得在身上找找穴位啊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 那容易饿的糖尿病患者 可以用哪一个穴位 来结合治疗呢 这个就是治本啊 是永泉学 足三里学 还是仁中学呢 这仨这听起来都挺熟悉的啊 来 现场一百倍观众 先请大家再见 说实话 我不会学 要说更像一点呢 我觉得平常老说 这个足三里足三里的 我觉得足三里呢 它是一个万能的学 超治百病 那就是足三里吧 对 连续也同意是吗 对 足三里 好 那我们看看 大家的选择如何 大多数观众选的是 永泉学 还有人中学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到底哪个学 能够缓解吃得多的这个问题呢 容易饿的患者 您选择的学 找到您是 足三里 大概蒙对了 蒙对了 咱们常听这个学 多多少少有一些观众 也能够找得对这个学 但以前都说这学是保健的 没听说它能治糖尿病啊 其实呢 我们看足三里这个学位啊 它的作用呢 是这种见脾胃的作用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胃 是由胃火不是吗 但是脾呢 还脾虚 所以通过针刺这个足三里 这个学位 可以帮助我们见脾胃 当然就更好的促进了 胃和脾之间的协调的功能 所以 而且我们经常听到 这样一句话说 足三里像什么呢 像吃了只老母鸡 那你扎扎足三里 都吃了老母鸡了 你就别吃别的了 说到这足三里 真的是大名鼎鼎 我相信我们厂上 有很多观众 都能够找得对 有哪位观众 我百分之百能够找得对 请举手示意我一下 那我们请64号观众 到台前来 来 请您到台前来 好 欢迎您 阿姨 您刚才举手说 您能够准确地 找到足三里学是不是 对 很肯定 很肯定 那我给您两次机会 我坐下 您在我的腿上找一找 哪个是足三里学 那个 你下头也挺狠的 我不是那亲闺女 您那一大片拍的面 可挺大的 您再指这 哪块 可以 您指哪说 从这膝盖 往下 三指往下 这四指 三个还是四个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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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三个 没有说四个 我这手小 大不了 没位置 我再给您一次机会 在这腿上找找 那腿也是这个 阿姨您在那边 您明确 这三指和四指 差挺远的 我这手小 我这手小就得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 您觉得我们这位阿姨 找了两次找准了吗 您是很有代表性的 取血的方法 就是错误的取血方法 我还以为挺正确的呢 因为首先就是您提到了四指 这个四指的方法是 确实是我们取血的一种方法 但是它这里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说 从哪个地方起始往下属四指 您没有提 是我们的毒鼻血 或者叫内外吸眼 外吸眼的这个位置 须腿90度的时候 外侧吸眼 你看这凹线这 往下属四指 当然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是在我们这个颈骨啊 这个边缘 外侧边缘 往外侧要有一指宽 这个位置 您点了 你看 您的指甲印还在这儿呢 对 错了 差了 差了二里地 那是足二里 不是三里 对 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是曲腿90度的取法 当然我今天告诉大家呢 还有另外一个取法 因为这个取法的特点就是说 当曲腿不是90度的时候 它就不准确了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啊 就会前后 前后移动了 所以我教给你们另外一个 特别简单的取血方法 就是您摸到这个 前面这个硬硬的骨头 你摸摸 比我这条腿 我们平时叫迎面骨 对吧 这叫颈骨 摸到颈骨的这个外侧边缘 从这一直向上摸 到这的时候发现这骨头啊 有个膨大的地方 变大了 对 变粗了 有个包 有个包 对 这个包叫颈骨节节 在这个颈骨节节斜着45度 外下方 大概下一指 旁一指 这样一个位置 这就是足三里穴 这才有酸胀感 这得有酸胀感才算是找对了穴 对 找对了穴位 那我就没找 对 你这老母鸡呢 就没吃着 这就是找的方法 通常都是 我觉得我找挺准啊 其实白按了半天 对 我们俩每天要做操 早晨起来 先打多算理 怎么打呀 就这么打 就直在膝盖下边这么拍 光拍 光拍 有时候揉 膝盖揉 这么揉 扭 拽 那阿姨的这种方法行吗 刺激足三里 我们请阿姨 快和阿姨上来 直接下分着来一下 来 您坐下来 对 我给您揉一下这个足三里 您感觉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 得用什么手法 扎吗 还是按吗 静骨节节 按揉就可以啊 静骨节节 外下方 凹陷的地方 有点酸 酸了 什么感觉 有点酸 有点酸了 就是这样按揉 自己按吗 按揉的 您看我这种力度啊 您看我这手的力量 酸的这种感觉 对 酸 对吧 有酸的感觉 有酸 您拍有酸的感觉吗 拍不出酸的感觉 对 那平常白拍了 对 拍的力量呢 还是一大片 而且作用在皮肤表面 对 很难作用到这个穴位的局部 所以我建议您呢 回去以后 还是改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您的手指啊 没有太强的力量 您可以换一些 比如说按摩的工具 比如说这些这种 圆头的笔 我们在这进行这样的点揉 少半 都可以 或者实在不行 用这个手指的 这个背侧的指尖关节 这样揉 对 都可以起到作用 是 您觉得您的方法 和程教授的方法 比较起来哪个好 还是 程教授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 选的地儿也选的 我们选的地儿 还是不对 对 对 那这回学会了 学会了 学会了 千万别再选错地儿了 好 谢谢阿姨 谢谢程教授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 有一些得糖尿病的朋友 有三多 哪三多呢 喝的多 吃的多 那肯定往外排的也就多了 也就是尿的多 这糖尿病朋友 如果是尿的多的话 是我们五脏六腑 哪个地方出毛病了呢 对 我们前面讲了 是肾的问题 因为肾是一身之根本 而且肾是煮水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 当这个出现 多尿症状的时候 那么是肾的这个 阴虚的症状 偏多的一个表现 那还得要调补 肾阴虚的问题 才能够把这个 尿多的事给缓解了 没错 我们就找在我们腹部的 下腹部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 大家非常熟悉 叫做官员 这你听过吧 连续 听过 听过 张老师能够找得准吗 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肚脐尔上面吧 到底是上面 还是下面 下边不丹田吗 你说丹田就对了 那个穴位的 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做丹田 肚脐尔下边 对吗 这个地方 肚脐尔下边 肚脐 以肚脐中心为界 其中向下属四指 这个位置 在腹部正中线上 叫官员 其实刚才呢 我们特别讲到了 就说这个糖尿病的 最根本的原因 叫做肾阴不足 也就是说下面是虚损的情况 所以灶热为标 那么我们最关键之本 当然要去知它的阴 人体一身之阴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人脉 就是主一身之阴 当然人脉的上面 上为阳 下为阴 所以阴中之至阴 就恰恰是在下腹部 而这个官员这个位置呢 恰恰是人脉起始的那个部位 反映到我们体表的投影区 所以你刺激这个部位的话 就可以滋养一身之阴 来起到糖尿病 其实不管是上肖 中肖 下肖 官员血都是一个治本的血位 那咱现在明确 它就是在肚脐下面 那下多少是官员呢 下四指 用自己的手 以肚脐的中心为界 向下数四指 腹部正中线上 中线 相对还是比较好找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个是能够调整糖尿病 尿得多的一个重要的血位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咱们找对了 还得拥对方法呀 用什么方法合适呢 看下一个问题啊 那刺激官员血 用哪一种方法更合适呢 是刮沙 爱酒 还是八卦 全场一般的观众 请大家一见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选择如何啊 看一下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爱酒 这三种方法呢 中一常用 但是哪一种方法 对于官员血 刺激是更有效的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常喝什么茶 能够降血脂 现在研究表明 它是可以降血脂的 又有什么神奇血味 可以降血脂 我们从温柔的开始吧 城市真酒传承人 陈凯博士 为您知招 敬请关注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用无限级读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程教授提到 您要是有糖尿病之后 尿得多 恐怕就需要叫 调补肾阴虚了 那有一个治本的血味 就是官员血 那用哪种方法呢 看看啊 教给您的方法是 还是爱酒 都合适一些 这会儿就用温的力量了 这标的血味 我们给它一些强刺激 是一个清泄的 泄热的方式 但是治本的时候呢 我们要滋补 所以滋补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一些 轻柔缓和的方法 比如说按揉啊 或者是膜啊 或者是一些 这种爱酒的方法 所以相对这三种方法来说 刮痧一大片 拔罐一个部位 这两种方法 都有点倾泄的作用 而且在下腹部 这个一个身体 原阴原阳所跟的部位 我们很少用这种 非常强的刺激 所以我们推荐 用爱酒的方法 用温的这种力量 就可以实现强刺激了 那就是在这儿 留一个那个叫什么 爱酒盒 是吧 躺着的时候 然后听着音乐 这边就把这爱酒做了 也挺好的 那您说咱在家 没有那个爱酒 也很难找到爱酒盒的话 用一点什么暖水袋 甚至就用那个电吹风 热的力量吹一吹 能不能够起到 同样的作用呢 我们推荐大家 用什么方法来替代爱酒呢 用磨法 磨哪儿啊 就是磨关元 就是用你的掌心 对 手掌心把它搓热以后 放到关元穴 快速小范围的磨洞 让这种热力皮肤表面热了以后 然后热力往里面渗透 大概这种磨动的时间呢 要超过十分钟以上 我觉得对连续来讲 不仅是一个能够治疗多尿的一个方法 而且对你来说还是个减肥的方法 所以这个穴啊 真的是叫一穴多用 除了这些穴位之外呢 中医还有很多运动养生的办法 也能够帮助糖尿病的朋友们 我们让何佳博士和戴金刚博士 教给你运动的方法 有些两位 好的 小季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请到了 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戴金刚博士 戴老师你好 你好 那戴老师 这一期呢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降血糖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要控制血糖的话 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糖尿病患者的运动呢 实际上会存在一个矛盾 因为血糖比较高 我们通过运动 就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但是如果运动的过量了以后 还会造成低血糖的反应 这样的话 反而对患者是有危害的 反而是有一种 有一定的威胁 所以呢 这个动作 我想一想 就应该是幅度不是特别大的 对 比较和缓 然后呢 我们还配合了一个 这种呼吸的方法 能够降低我们糖尿病患者的 这种内热 好 我们用鼻子呢 缓缓地吸气 吸气 然后用口呼气 把这口气呢 哈 哈出来 不是发一种声音 而是用这个气流 哈 就是让自己有这种感觉 体内的热气 在被哈出去的感觉 就像是冬天 我们手特别特别地冷 我们要搓手 然后 哈 这种感觉 哈出来的气呢 是热的 这种 通过这种方式 也就把体内的热 就散出去了 然后同时呢 可能要配合一些特定的动作 配合一些动作 那戴老师 还是来带着我们一起来做吧 好 我们自然地站立 第一步呢 动作幅度比较小 只是鼻吸气 微微地仰头 仰头 目视前上方 呼气 头还原 然后 哈 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吸气 两臂上台 头向上仰 呼气 手还原 哈 那第三步 我们在做的时候 还加上上身的后仰 就是幅度要更大一些了 幅度逐渐地加大 好的 好 吸气 手上提 头仰 身体也向后仰 略停 呼气 还原 哈 好 吸气的时候 我们体会 脚腹是内收的 向上 小腹内收 好 腰部 肩 颈 都得到了拉伸 好 呼气 还原 就是在这个哈的过程当中啊 要感觉把体内的一股热流 全都喷出去了 都哈出去了 这样的话 内热也就解掉了 那这就是帮助大家辅助 这个降低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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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